校長這個窯是你 你做的你親自做的手工的嗎 你要介紹一下 對這個是我們自己蓋 我要做這個窯大概 從想到做出來大概做了兩年 為什麼那麼久 要選地點 買材料 還要做基礎建設 對 然後要研究 最主要是研究 每一個窯都是獨一無二的 空氣流通 所以我說要選地點就是要空氣流通 空氣流通喔 你如果算不好 你那邊整邊都 對啊 對啊 對然後 想好了之後我要去研究那個這個窯的整個結構 比例 結構比例 你的特色是什麼 你的特色是什麼 我的特色喔 全台灣你這個窯的特色是什麼 我們這個窯就是 他的每一塊磚頭都是我自己 我請一個泥座小工跟我一起把它做起來 哇真的 然後這畫幅是我自己打掉 所以 對這整座窯其實在整個製作過程當中我都親自 親手 親手親手去做 然後外面的彩繪 是我們 小朋友跟老師一起畫的 你剛剛說你燒那個什麼很特別的東西一定要介紹一下 你燒什麼 龍眼木跟香食 好多學生都都 都市的學生都不知道 這叫龍眼木 他燒起來很香的嗎 對 哇 看起來很用 對對對 這都很乾淨的水口 真的喔 你進去 燒的時候 才不會有一些油脂或是 煙會比較少對不對 對 那分成兩區嗎 對啊 我在裡面一邊是生火然後一邊是等一下要搖烤的地方 現在這裡面溫度大概有300多度 300 那麼高 對 所以我燒一台Pizza 兩分鐘 兩分鐘喔 一次可以做的燒六台 啊他這跟我們那個機器的烤的有什麼不一樣 不一樣他是有機的啊 所以他每一次使用的狀況都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生火 然後會因為天氣 會因為燒的木材跟天氣 所以他每一次使用的狀況都不一樣 哇 等一下你們吃就知道他會有一種天然的柴燒的味道 真的喔 這個Pizza特別好吃 哇 我會介紹 讚讚讚讚 我們做完邊吃的時候會跟大家聊會介紹這個 你要介紹一下